三藩市市府為無家可歸者提供430個新床位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星期二宣布 將為無家可歸者提供430個新床位 根據Fox電視台的報導 其中250張在Post Guide711號 180張在波雲SAFE庇護所 Post Guide711號之前是一間青年女社 位於夏樂竅區 由市政府遭用 這裡的床位分單人、商人和四人 還配備了多種便利設施 包括大堂、前台、地下室、聚會區域、商業廚房 辦公空間、電梯和行李寄存處 每一層都設有洗手間和淋浴間 市府清每日將提供兩餐及洗衣服務 位於大陸街的波雲SAFE庇護所 前身是波雲酒店 這裡除了上述的基本生活設施外 還有醫療診所、監控陸像系統 第六區視察市麥德成表示 重新設計的波雲酒店 將為近200名沒有住房的居民解決住宿 配套的公共聚會空間、病例管理和醫療服務 則有助於社區建立並鼓勵健康的生活習慣 預計未來數個月還會開放更多的庇護床位 三藩市無家可歸者和支持性住房部透露 新冠疫情開始時撤銷的592張床位 計劃將於9月恢霍 市長布利德表示 新增加的數百張床位將幫助無家可歸者 從街道過渡到庇護所 重新獲得穩定的房屋 市府聲稱每晚為1萬4千多名無家可歸者 或曾經流浪街頭的人提供住所和住房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